大家好,我是陳君彥,今天我要講童話故事 今天的童話故事的主題就是 國王的心意 是改變的 現在我就開始講了 從前有一個國王 他是非常愛美的人 他很喜歡美麗的衣裳 漂亮的服飾 他的皇宮堆滿了山丘半高的名貴衣服、鞋子、中飾品等等 雖然如此,國王還是覺得不夠 繼續花一大筆錢去購買漂亮的珠寶和服飾 一天,來了一位抑著華麗的裁縫師 他對國王說他可以做出一件神奇的衣服 只要穿上他就會變得很英俊 國王高興極了 高興聘請他為皇家裁縫師 於是裁縫師開始裁製衣服 他用大量的金絲珠寶和鑽石來縫這件衣服 他每天都躲在工作室裡工作 不讓任何人進入 皇宮裡有一位聰明的大臣 他懷疑是一個騙局 他暗中調查發現裁縫師每天派人丟出去的垃圾內都藏有金銀珠寶 大臣偷偷收集證據 但是他先不告訴國王 因為他想要給國王一個教訓 國王生日那天就是國王穿上新衣服的時候 裁縫師給國王穿上所謂的神奇衣服 可是沒有能夠看見 大家嘴裡都不敢說包括國王 因為裁縫師說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見 大家都不想別人說他很笨 紛紛說衣服都很漂亮 於是只穿著背心的國王走在街上 老百姓看了都偷偷的在笑 忽然有一個小孩喊道 國王沒有穿衣服羞羞羞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 國王羞愧得滿臉頭紅 大臣這時手裡抓住一個人大聲喊道 這個裁縫師是個騙子 國王大怒把騙子關在監牢裡 也獎賞了這位大臣 國王改過自信 成為一個聖明的國王 這個就是我的通話故事 就這樣 謝謝大家的收看 BYE